哈囉 大家好 我是KC 上一次我們在黑椒漢堡製作了 手絲豬漢堡 這一次呢 要來公開手絲豬的秘方 手絲豬其實也是在家裡面 可以很輕鬆簡單製作的料理 我們今天就來到了冰江市場 從採買食材開始 告訴大家怎麼製作 一起來吧 冰江市場真的是好朋友 我真的很喜歡來冰江 現在已經愛上了 我喜歡吃飯 不過在挑選店鋪的時候 我自己會是傾向選擇一些 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點 然後他們具有冷藏設備的一些肉鋪 這個這一點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老闆娘 哈囉 我又來買梅花豬了 上次買發現最後不夠 梅頭2.5 一樣2.5公斤 對 謝謝 這樣子是多重 好 可以 好 謝謝 我剛剛買了2.5公斤的梅花肉 製作手絲豬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部位 剛才我買的是梅花肉這個部位 那因為我們要做手絲豬呢 必須要挑選油脂豐富的部位 所以梅花肉就是一個相當好的選擇 那在英文呢這個叫做Pork butt 聽起來有點像是你會以為是屁股 但其實不是 它其實就是指說豬肩肉這個部位 所以就是梅頭肉 呃台灣俗稱就叫梅花肉 這個呢就是製作手絲豬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位 我們現在就回家開始製作吧 Go 現在我們回到家要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的醃漬 吃醃 吃醃的意思就是把肉醃漬 讓鹹份跟你想要的味道 讓它完全滲透到中心點 那這個時間會比較長大約需要8到12個小時 OK 這是我們剛才買回來的 那像這邊有一些這種碎肉啊 就先拿刀把它稍微清修一下 我自己喜歡在砧板上鋪烘焙紙 這樣子就不用再去清砧板 有些人可能會好奇買回來的這個肉到底要不要洗 不用洗因為你就會把它泡進液體裡面 你只是要讓它完全的入味 那你在烤的時候就會把表層跟它裡面的不好的東西 其實細菌都已經完全去掉了 我的醃料非常的單純 柳橙汁配醬油 效果很棒 柳橙汁因為有一點酸度 當你醃漬完會看到肉的表層開始呈現灰白色 就是代表柳橙汁裡面的酸已經開始跟肉質作用 而且入味 醬油跟柳橙汁的比例大約是3比1 醬油 好 醬油是半杯 好 那接下來我會再倒一杯的水 我今天會放月桂葉跟胡椒粒增加肉的香味 這次會用這麼大的肉塊是因為我們要用長時間烤製的方式 那如果你的肉太小它的收縮率會太強 汁流出來太多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大塊的肉 這個食譜你可以用2.25公斤到3公斤的肉肉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放進冰箱8到12小時 我們明天就會有好吃的手撕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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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稍微把它用水清洗過以後 我們就先稍微把它用水清洗過以後 重點就是要烤6到8個鐘頭 讓它裡面用非常低溫的方式慢慢的熟透 整個讓油脂都溶解肉汁爆口 讓它是一個非常軟嫩美味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就等吧 已經烤了6個鐘頭 讓我們看看長什麼樣子 好香啊 豬肉在烘烤的過程滴出來的油花非常重要 一定要盛起來 像這一些通通都是精華 等一下我們加一點醋水還有鹽巴 調味之後加回去味道超棒 不要整個密封起來 讓它還是保持空氣流頭 這樣大小的肉靜置時間大約15到20分鐘 讓肉汁回到纖維裡面 我們在這個時間來調製簡單的醋水 調製醋水是用來中和濃郁油脂風味很重的烤肉的味道 讓你在吃的時候油膩感不那麼重 所以這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調味 要用到的材料就是這四種 醋、鹽、糖、黑胡椒 非常單純 配上肉汁之後我們要把它加回去 比例大約是一杯的醋配上半杯的水 那鹽跟糖的味道就是依照你的口味而定 用蘋果醋代替白醋味道會更好 水 糖 水 水 來 開小火加熱肉汁讓它比較好被煮出來 因為醋預熱酸味會被煮掉 所以我們只要加一點點下去 再把它加回去就可以了 現在把肉汁跟醋水充分的混合 這樣子就好了就先放著 靜置完畢之後進入首次階段 經過了一番努力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子 手撕豬的狀態 完美的手撕豬你會想要肥瘦交雜 肥肉跟瘦肉均勻的混合 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撕的差不多就可以把肉汁加回去 聽到這個聲音不管做幾次都會流口水 OK 好 試吃階段 好吃 我們的手撕豬就大功告成 你可以跟著醋水一起變成常備菜 不管冷藏冷凍重新加熱都會非常好吃 甚至你冷藏隔夜再吃 會更入味 每一次當你想吃你就拿一點點出來用 不管你想要做成手撕豬三明治 手撕豬漢堡 或者當作烤雞的餡料填進去吃都會很棒 現在我實在等不及了 我們趕快來做一份手撕豬三明治吧 這樣子 然後 好 我們再讓它吸一些這個醬汁 才會讓它超級美味 好 我們的手勢豬三面汁就完成了 馬上來吃吃看 療癒系料理 莫過於遲 很肥很油 但超級好吃 手勢豬可能給大家很多印象 就是它很乾柴 我跟你講用這個方法製作出來的超多汁 肉鮮 胃濃 又帶一點醋酸味 中和那整個油膩的感覺 沒有到米奇麗那麼誇張啦 但是這個絕對絕對是一個街頭美食 人人會很愛的一道料理 其實我們整個過程非常簡單 把這些步驟學起來 誰都可以做出這麼棒的手勢豬 重點就是選對部位 花時間醃漬 慢慢的烘烤 最後做出來的成品 真的會讓你很滿意 真的 以上就是分享我自己手撕豬的做法給各位 各位朋友你覺得手撕豬 還可以拿來做成什麼樣子的料理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是K.S.T.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給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ulin 儀趣 2 3 2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